定位仪的组装 在定位仪包装箱中 定位仪与包装箱下部的插板都有螺丝固定 先将其全部拆除 在闪见包装箱中 找出定位仪的四个角轮 四个角轮中其中两个带刹车 另外两个不带刹车 必须将带刹车的两个角轮装在定位仪的前方 准备好角轮和安装角轮所需的工具 现在开始安装角轮 安装角轮时需要两个人配合 一个人将机柜向后方倾斜 并保持一定角度 另一个人负责安装及固紧工作 在现场安装时 通常我们只有一个人员 因此我们应该邀请客户公司的人员 帮助我们浮稳机柜 由于角轮的紧固孔位与机箱孔位可能存在偏差 所以在装角轮时 应先把所有的螺丝全部装好后再一起紧固 切不可装好一颗紧固一颗 以防止紧固某一颗螺丝后 其他螺丝孔位对不上位置 装好前排脚轮后 必须用脚轮上的刹车装置 将脚轮刹住 不让脚轮随意滚动 以方便我们将机柜一下插板 刹住前轮后 请先将机柜的前轮移至插板外 再将机柜慢慢向前倾斜 使前轮着地 当前轮着地后 继续向前倾斜机柜 直至机柜后部离开插板 此时再迅速将插板抽离 现在同样保持机柜向前倾斜 一个人扶稳机柜 另一个人负责安装脚轮 前后四个脚轮都安装好以后 就可以将机柜慢慢平放下来 让四个脚轮着地 进入工作状态 现在开始下一步 夹具挂架的安装流程 首先在闪见包装箱中 找出两组共四个挂架 将外部的保护膜拆除 在机柜上专门设有装挂架的孔位 孔位上预装有固定挂架的螺丝 先将螺丝拆卸下来 注意拆卸下来的螺丝要保管好 不可丢失 因为这就是固定挂架要用到的螺丝 将挂架的挂钩朝上安装在机柜上 四个挂架都安装完成后 先用手测试一遍挂架是否稳固 现在拆开夹具包装箱 取出全部夹具 注意取出夹具时 要尽量两个一组同时取出 以防止夹具之间相互连挂而导致取出困难 取出夹具后 再将四个夹具分别挂在挂架上 以备下一步挂传感器之用 现在拆开传感器包装箱 找出定位仪的主蓝牙 并装在蓝牙专用孔上 再拆传感器进行安装 由于传感器是四轮定位仪的核心部件 而且是制造精密的光电引擎 因此取出时要格外小心 我们应该取出一个挂好一个后 再取第二个 取出的传感器 占只需将挂轴处的保护膜撕开 挂在夹具上时 必须将传感器锁紧 以防止脱落 传感器其他部位的保护膜不必全部拆除 以避免装其他部件时对它造成化损 如果是V8以上的机型 我们还要安装摄像头 在散件包装箱中找出摄像头 将其连接线通过机柜顶部的走线孔位 引入到机柜内部的电脑主机位置 将摄像头的数据线插入主机的USB插孔 将音频采集线插入主机的话筒插孔 有的机型其显示器是装在特制挂架上的 这种机型 我们应首先找出显示器挂架 并将挂架固定于机柜上 同样 显示器挂架的固定螺丝 也不能装好一颗 锁紧一颗 必须先将所有螺丝全部装好后 再一起进行紧固工作 以防安装孔框位 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拆开显示器的包装箱 将显示器后的螺丝取下并保管好 将显示器放在特制挂架上 再用刚才取下来的螺丝 将其固定在挂架上 记住 安装显示器时 必须两人配合完成 一人符纹显示器 另外一人负责安装固定 绝不可一人贸然操作行事 这样容易造成摔坏显示器的事件发生 紧固好显示器后 再引出机柜内的电源和数据线 先将电源线通过引线孔插入显示器 再插入显示器的数据线 注意 数据线的插入是有方向限制的 插入前必须先看清方向 不可错位插入 更不可用盲力 因为数据线的插针极易被损坏 插好各种排线后 检查一遍机柜内部 再盖上机柜后板 现在我们大功告成 一台完整的四轮定位仪就组装完毕了 清理好放置四轮定位仪的场地 松开机柜下面前排脚轮的刹车 将定位仪推放到它的工作位置 至此完成整个定位仪的组装全过程 谢谢您的观看 战斧定位荣誉出品 参公司 参公司 感谢观看